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那这一节我们来讲勾线 勾线就用到我们之前讲过的勾线笔 这个小液晶我喜欢用的是小号 勾线用的墨不多 我们先来夹一点这个条墨 条墨我们一般就是会用这个墨汁 你们刚才用的不多 我们一般低那么几滴就可以了 我们先滴墨因为后加水 多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 放在旁边 勾线只需要这么多 一般勾线我们不会勾的特别重 因为勾的太重的时候 这个墨汁起来太燥气 不会有点闷 我们先滴墨 滴墨之后 再用我们的水滴 滴墨之后 再用我们的水滴 要复钩 那就很麻烦了 那现在讲一下我们这个勾线的这个拿笔 其实勾线的时候拿笔呢 并没有说一定的规定的姿势啊 因为它不像书法 书法是必须得这个样子 你可以这样去像书法一样去勾 用这个左手去整着这样去勾 那也可以啊 这个样子啊 慢慢的 近一点 这样拿笔 紧一点这样去拿 当然呢也可以像拿铅笔一样去勾 但是尽量这个笔啊 还是不能太斜 尽量不能太斜 斜了之后呢 它还是 它会出现这种 侧风的这种感觉呢 那是不好的啊 因为公笔的这个勾线呢 尽量都是 比较 圆润 比如圆润也有这种骨节 但是呢不能出现这种非笔 这种非笔就比较丑 这是一个啊 拿笔 只是没有固定的 舒服就好 但是比较尽量推着 嗯 第二个要讲的就是这个勾线 要注意的这个线 嗯 公笔的勾线呢 还是有一个书法里面的这个 起笔跟收笔啊 这个比方 比如说你要 你是这样勾的话 如果是这样去入风 那它是肯定会有一个小尖尖啊 啊 这样收笔它是会有一个小尖尖 那么这样的是不太好看的啊 地方是不太好看的 那么怎么做啊 我们也是可以稍微的 在这个地方稍微把这个风啊 稍微调一下或者侧风 或者这样切进去 然后再出来 这样形成这种 钉头吧 这种钉头 它会稍微的有一点点 节奏啊 有点节奏啊 不然是直接就这样进去吧 这样是不太好看 这样不太好看 那收笔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稍微的顿一顿啊 可以稍微顿一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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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回一下啊 回一下 这是一个啊 也就像书法人的一样啊 有的线呢 是可以稍微的 直接出去 但出去呢 不要太过分啊 稍微的慢一点出去 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你要这样直接飞出去啊 那这就太飘了啊 这样线就不好看 那这个是这个起笔跟收笔啊 起笔跟收笔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线的一个变化啊 线的尽量 它是要有变化 怎么变化法 比如说啊 一条直线啊 一条直线啊 对一根 拉过去 它如果完全没有变化的话呢 如果说完全没有变化 就是一条啊 很直很直的线 那这样的线呢 那也是没有什么 声动性啊 那我们比如说 完全是一样的出气的话 它的 弯曲啊 弯曲起来之后 它也没有什么感觉啊 没有什么感觉 可以看一下啊 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啊 但是呢 如果说我开始把它的粗细 进行一个变化 比如说我起笔的时候 把它稍微粗一点 把它变细 慢慢地再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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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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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个这个 这个